而行政院长江一华昨天在基隆港东五码头召开了港都再造繁荣基隆的记者会 他宣布这基隆军港要迁移投资高达152亿基隆港都旗舰计划就正式启动了 我们知道行政院院长江一华出身于港 他这一项计划将会创造933亿的产值以及将近万人的就业机会